你把Lostless Card明安装板下载下来之后 解压缩直接执行这个程式 我们就可以开启这个应用程式 打开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判断显示中文的界面 以我现在这个录音影片来说 在后面这边 我忘了把它做一个停止的动作 所以变成你会看到在这边 其实就没有再讲话了 但是影片还要继续录下来 我把这一段影片丢到Lostless Card的视窗 接着我把时间轴移到我要切断的这个位置 当然你可以自己先播放听看看 比如说我在这边 来跟大家做介绍 怎么上字幕怎么编辑这些内容 好那我们就请大家自己的影片试着输出看看 好到这里 那么我现在时间轴在这边的时候 我就来右手边的这里 进行分割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在我的右上角这里 现在影片已经变成两段 那我只要点到下面这一段 把它做一个删除的动作 这样我的影片就剪辑完成了 最后我们就可以按下汇出 它马上就把我们算好了 所以它的动作真的非常的快 那预设输出的位置就会是在我们刚刚影片来源的资料夹 所以我在右手边这里就多了一个剪辑之后的影片档案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种应用的情境 如果我原本录的03这一段 它所讲的主题 可能我后来又补充了一个04的功能说明 那我可以把这两段把它选起来 一起丢到Lossless Card里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左上角 你就可以看到已经有两个文件 那我只要在这个地方把它按下合并 接着呢 我们可以选择你输出的影片的档案名称 按下合并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所显示的这个资料夹 那您就可以看到这是两个原本的档案 在这边它会写你第一个档案 再加上后面的这个名称 作为合并后的影片名称 所以您会发现使用这样的工具 比我们使用剪映或微力导演Premium 都来得快很多 这边就会发现使用剪映或微力导演Premium 就会发现使用剪映或微力导演Premium 就会发现使用剪映或微力导演Premium